又是拉扯又是尖叫 国民党团国会改革 无法利评三读 轮班死守48小时 但早上7点不到 立运一场门都还没开 就爆发肢体冲突 两人近身肉搏 最后民进党立委中嘉宾 被国民党立委谢龙杰撂倒在地 蓝绿白夹动要抢7点送案 但站在一场门口的警察也遭殃 部门警察7点还挡在门口 民进党立委王美慧 把他的小帽扯下连K超多下 不知道我怎么要给他拍谁 他的行为他是不对的 该民同仁的部署 就是属于正常范围的部署 就是异常要是门打开的话 都会有正常的部署 蓝绿气氛火爆陈玉珍 王世坚也在迁到处开启战场 助理本来就不应该在这边 已经7点钟大家要进来 你们用那种 你们用那种不要脸的方式 我们没收协商 我要来声明一下 我没有说认知作战 我觉得你是在做认知作战 给国人错误的讯息 今天王世坚在给国人错误的讯息 今天不让我们民进党立委 进到大议司听的是你们 你看你现在带什么 王家你又在那帮了 现在是要打共贵吗 人皮法夫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笑之食言 议场内表决大战还没开打 议场外先上演全武航 3030又怎样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TVB的新闻 无可言成廷台北从不到 推上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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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水那么多 你打人喔 抠水那么多 你打人喔 到底是谁打人 民众党生总绍黄国昌 布满民进党立委郭国文 直接在议场牵到处比大声 你打人喔 我哪有打人啊 不要动手喔 不要动手 你干嘛喷口水啊 你打人啊 你现在不是打人吗 谁打人 你用手... 你用手不打人 我哪有手 我哪有手撇开而已 谁谁动手 会把手往黄国昌的脸上沉 是因为受不了对方口水 一直喷但郭国文 仍坚撑 没有打人 然后哪有打人 我错了是不应该把他脸推开 我应该摸他的头才对 或许他就不会再咆哮了 好像就是脸好像被推了一下 不是被推 是被打 就往我脸上打下去 我没有办法接受 互相嗆瞎 衝突一觸即发 但为了闯关国会改革无法 黄国昌一早就在国民党立委 掩护之下 搶先进入议场 蓝北立委 全力护送黄国昌当冲锋手 更提案要到审完才罢休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似乎也看在眼中 前一晚夜宿一场门口 这反应再自然不过 这是我们新北的 是否也意味着 2026蓝白可能合 选举的是以后再说 但不准绿营插手 民众党和国民党的立委 在立法院外面排队的两天两夜 就是希望取得一个优先的提案权 今天民进党不可以用暴力的方式来阻挡 台湾民众党八位立委 会扮演忠实的反对党 面对国会战场 藍白站在同一线上 民进党立委中嘉宾 想冲主席台 把国民党女立委陈金辉 一个雄抱 两人直接倒在地 一旁的立法院长韩国瑜 脸色铁青 国民党男立委赶紧支援 但想冲的还有下面就位 立委郭国文不顾形象 想用爬的也要上主席台 但交易卡位好的 藍尾侯孟凯一挡没成功 这下另外一边还有女力开战 名将女战省王美慧和万老师 直接对抗许草心 双方不断叫嚣 但才在讨论世上的投票 就已闹轰轰 蓝日白立委把议场当作白米折返跑 表决万还要赶紧再回到镇守岗位 但眼看不对劲 院长韩国瑜 在国民党立委开路之下 韩国瑜成功离开进入小房间 就连议事院员也早已警觉把一般立委使用的保温瓶也换成瓶装水 就怕有冲突 他靠制秘密武器让全场沉默 就在一场内拿起直笛 开始吹咒国歌跟国旗歌 现场吵架声音全被魔幻笛声一片概括 历时委员不得携带麦克风 与意识无关之物品进入会场 并不得破坏意识设备 敬请各位委员 想当公道主哪一边都不靠 还没到重头戏 国民党民众党共提的国会改革无法 总共有64条的法案要表决闯三毒 韩国瑜就先休息 先让三党冷静冷静 TVBS新闻董经典宣 台北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